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聊一个奥运话题啊 因为呢 这两天出了一个跳水姑娘 全红尘 年纪只有14岁 但是人家呀 舞跳得了三个满分 可以说她入水呢 一点水滑都没有 而且她这三个满分啊 也是在这个跳水比赛中呢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另外我为什么能关注这个姑娘呢 因为这个姑娘很纯朴 当这个记者采访她的时候 你看她讲的那些话啊 都不是刻画 都不是官画 问她你这个跳水有什么技巧 她说没什么技巧 就是多练呗 对不对 就是那种小孩子的 另外呢 她没有炫耀呀 她就说她家里头很困难 她想拿到好成绩呢 弄些钱给她妈妈治病 而且她说呢 我妈妈得那个病了 那个字我不认识 她并没有掩盖她 读书少这个事实 而且还有一个采访里头就问她这个 你平时的性格是啥 她就不知道性格这个词是什么东西 她就说性格 哦 没有性格呀 对不对 所以就是她表现得非常非常真实 特别是她说呀 她平时这个假期呢 就是没有去过动物园 也没有去过游乐园 自己最喜欢的零食呢 就是辣条 就是等等这些细节吧 就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质朴的孩子 她没有讲那些大话 没有讲那些客话 也许她得金牌是个意外 提前这些教练呀 这些政府官员呀 还没有教会她怎么说 对不对 也许因为她年纪很小呢 只是把她当做了一个备份 让她来参加了这个比赛 但是她突然呢一跳出名 夺得了冠军 所有的场面的话 没有来得及给她教 人家记者就上去采访大军了 她迅速成为了一个网红 为什么呢 奥运金牌是一回事 另外这个孩子的质朴 而且这个孩子呢 她讲出了真心话 家里头那种情况 她没有掩盖 她自己呢没读多少书呢 她也没有掩盖 就是这种纯真是最能打动人的 她没有说感谢祖国 感谢党 感谢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她都没有说 她就说跳得好 那就要苦练呗 对不对 所以这一切啊 我觉得这个孩子 他得这个冠军呢 也是应得的 另外呢 网上还有人评价啊 这个孩子呢 运气也比较好 假如说没有疫情 去年冬季奥运会如期开展 那么他刚好13岁 不能参加奥运会 14岁是参加奥运会的最小年龄 那么刚好呢 这个东京奥运会啊 推迟了一年 他的年龄达标 他能参赛了 也许呢 现在就是他人生中最好的状态 舞跳就没有水化 而且是裁判给了三个满分呀 这个简直是在跳水界啊 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呢 由此很多网友说呀 他的运气太好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还不一定呢 那么我也这样认为 但是我也相信呀 天道酬勤 就是因为这个小姑娘呢 平时刻苦的训练 所以今天才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 所以我祝福他 当了奥运冠军以后呢 也迅速呢 变成了网红 他所说的那些困难呢 也全都给他解决了 他这个患病住在医院的爷爷呢 当地领导呢 也亲自去看了 要表示呢 把他爷爷的病呢 给他治好 而且他母亲的病呢 当地的官员也表示呢 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 他最想吃的辣条呢 现在是堆埋了一院子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人呢 邀请他一块去游乐园 等等吧 他说的这些事情呢 都实现了 因为他们家比较穷啊 这个门口的路呀 以前都是这个土路 院子可能也是土地 然后连夜的给他打上水泥 然后他们家呀 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各式的领导 全国各地赶来的这些记者 主播 还有他们家的就各色亲戚呀 都跑来看望他的父母 这一幕呀 让我想起山多那个拉面哥 拉了几十年面 没有人知道 然后一则视频让他爆红 那么同样的 这个全红尘小姑娘呢 一跳成名 得了奥运冠军 然后这个家里头呀 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案 以前所说的这些问题呢 现在有关部门呢 都说要给他解决 最起码从现在来看啊 地方政府呢 是拿出了积极的态度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更加实际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据这个 湛江市工商联 今天早上的反馈 湛江市工商联副主席 李子豪的企业 广东高地实业有限公司 为奥运冠军 全红尘 蒋证湛江市 麻江区 新城 高地小区 京庄住宅一套 由全红尘 其家人 在开盘后来 现场挑选任意户刑 广东达记 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为全红尘 蒋证 商铺一间 欢乐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为全红尘 蒋证 20万现金 这是截止到今天早上的 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领导企业呀 来对这个全红尘 以及他的家人呢 来表示关注 更会有一些经济公司呀 来挖掘他的潜力 是不是给他拉什么赞助 是不是对他进行什么包装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在中国现在这个时代 只要是有热点 能吸引眼球 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 对不对 就跟那个小马云一样 一个小孩子 就因为他跟马云长得像 就曾经被人挖出来去包装他们 还有那个盗窃电瓶车电池的那个切割瓦拉 就因为长相 像一个无产阶级战士 切割瓦拉 然后说了那个 打工是不可能的 一辈子也不可能打工 然后呢 他也成了名人嘛 尽管判刑入狱 那么出来以后 也有企业跟他合作嘛 现在据说 日子过得也很滋润嘛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呀 只要是你身上有可挖掘的东西 那么就会有人过来啊 挖掘他 这前面我说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现在好的东西 都是正面的东西 都是觉得啊 这些东西啊 也确实是全红禅啊 应得的 因为在这种举国体制下 意味着拿上金牌就拥有的一切 你看全红禅夺冠以后 那个教练激动的把全红禅举起来 等于说这个教练呀 也拥有了一切 所以呢 我今天有个台湾朋友 跟我交流啊 就是中国这种举国体制呢 是违背奥运精神的 我是十分赞同他的观点 这个奥运会比赛呢 是比赛的是奥运精神呀 对不对 你看这次外国很多运动员 平时都有正常工作 什么超市的店员呀 什么酒吧的工作人员呀 都是用业余时间自己去训练 然后自己掏钱来参加这个奥运会 这个才是真正的体现的是奥运精神 那么这种举国体制来参加奥运呢 那么他相当于是作弊 他不是比个人的精神 不是比个人的体育能力了啊 这个就是比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 跟这个科技实力了 特别像中国这样的 那国家为了取得金牌 为了获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那是不惜一切代价 这个跟全民健身呀 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的 仅仅是为了金牌 仅仅是为了国家的面子 据说啊 有人算了一笔账 中国运动员得一块金牌呢 最少要花六亿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差不多啊 还有多少项目花了多少钱 也没有什么突破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非常赞同 我这个台湾朋友的观点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当今的世界 也好像是例子当头呀 如果奥委会啊 拒绝像中共这样 用举国体制 来培养运动员 参加奥运会呢 那么谁给奥委会钱呢 谁赞助他呢 对不对 这些奥运官员的利益 从哪保证呢 对吧 这个就跟世卫组织的 谭德赛一样的 去年给了38亿 他还不满意 他今年要要100多亿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你看不惯 也没有办法 除非这个奥运规则呀 重新改变 那个又是一个别的问题了 那么今天的最后呢 我想反问的就是 假如说全红禅小姑娘 没有取得世界冠军 那么她的愿望还能实现吗 还有这么多人来关爱她吗 全红禅的家庭 还有人去管吗 对不对 她家里头的水泥地 还有人帮她去打吗 她爷爷躺在那个医院 有领导去关心吗 她母亲没有钱治病 她将来会得到这个治疗吗 对不对 这才是很现实的问题 全红禅只是众多 国家运动员里面的一员 她是幸运的 我为此呢 也祝福她 但是 这个假如是非常残酷的 那些得不到金牌的运动员 生活将会怎么样 有没有人去关爱她 像全红禅这样的贫困家庭 有没有社会去关爱她 大家去想这个问题没有 我们不要光看到这个盛开的鲜花呀 我们要看到这个鲜花底下的绿叶呀 这些杂草呀 那些才是世间的普罗大众 还有呢 全红禅七岁进入体校 八岁开始跳水 那么每天进行这种枯燥的体育训练 那么她的文化课 有人给她教了没有 她母亲得病的那个字 她都不认识 而且她讲话 你看 连性格这样的词汇 她都不能熟练使用 那么证明她的文化程度 可能就是停留在很低的一个阶段嘛 而且她的童年世界呢 完全是与世界隔绝的 没有人去关爱她 她就是一个被国家操控的机器 每天训练四五个小时 连动物园都没去过 游乐园更没有去过 最想吃的零食 只是那个辣条吧 在中国可能就是 一块钱一包吧 这个愿望 在她得冠军以前 都没有实现过 她也想去玩王者荣耀 谁给她买手机呢 谁给她充值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在这些节目里头呢 就想提出这样的疑问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过 曾经有许多运动员呀 就说是给国家拿了金盘 最后退役以后呢 国家也不照顾 生活非常贫困 浑身也落了一身病 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有的人去当个保安 还有一个好像当了搓澡工 现在还有一个好像在这个乞讨 这是报道出来的 那么没有报道出来的 那又有多少呢 所以呢 我就看到全红尘这个事情以后呢 这是我发出的感慨 全红尘现在呢 成了大家万众瞩目的对象 那么他的巅峰时代 一旦过去呢 对不对 他有没有相应的文化知识 那么他一旦退役以后 将来的生活 有没有保障呢 你既然是举国体制 来培养运动员 那你这个举国体制 是不是包括别人以后的生活 跟以后的养老呢 对不对 假如说你这种体制 就跟赌博一样 只是压住了他的青春 那么这个对全红尘这样的运动员 公平不公平呢 对不对 这都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呀 因为我讲这个呢 也不是在这空讲的 因为我当年公司里头呢 就有一个游泳运动员 他是退役的 以前他跟庄勇是一个队的 成绩也非常不错 有一段时间呢 他非常困难 也没有办法在我公司呢 就是干了一段时间吧 时间也不长 因为他确实啊 这个文化程度也比较低 业绩呢 也不太好 干了一段时间呢 自己就走了 那么他都是个大小伙子呀 他挣钱只能在游泳馆呢 当个这个救生员 暑期假期呢 开个这个游泳训练班 空闲的时候 实在没事干的时候呢 他们这帮子搞体育的 还有那提供队的那些人呢 就是帮着别人去要账 就是人生呀 走入了这样一种境地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全红柴的 这个事情以后呢 我在为他祝福的同时呢 就产生了这些忧虑 那么这期节目呢 我就是把我的这些忧虑啊 还有一些疑问呢 我就在这给大家说出来吧 也算是不土不快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